我細細揣摩他這句話 貌似見指Net 實際上是在嗆他老公 怎麼說 注意喔 我有錢男友的喔 你不一樣把錢男友講出來 他很喜歡無差別的去用言語臨詞 老百姓 Net跟你搞政治了嗎 Net沒有跟你搞政治啊 我沒有 我無意抹紅啦 但是喔 共產黨有一種招式叫超限戰 試探你的底線 你今天他去嘴Net Net可以回來嘴你嗎 不會耶 他也不知道怎麼嘴啊 他只能倚靠司法去相告啊 你難道要Net的人動員去松山心意舉牌罷免 徐小新 不可能啊 所以徐小新常常這樣啊 我偷拍 社會接受 民調沒調 我偷錄音 大家接受 一直一直一直這樣下去啊 我邊督跟邊買房子 大家接受 徐小新說前男友在Net打工往事 這個行為他覺得很髒 因為他說那時候他們開店的時候 都會把所有的衣服丟在地上 然後就會再重責 讓他覺得很髒 但說不定他們之後有改善了 說不定是那家店 特定的 Net不要生氣 你幹嘛去突然停這家店呢 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們快要找到問題的癥結點了 就是徐小新的前男友 對於Net不是很滿意 所以因此這個血管要把它換掉 是這樣子 沒有 我覺得Brand有什麼觀點性嘛 Brand在場者跟我說有什麼觀點性嘛 經典 這個比跟他根節更扯耶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正直接啊 他比林濤的邏輯清楚啊 他沒有連那麼遠 他一下就連到了 不是前男友的 而且為什麼你看 徐小新要站上第一線謝國良 因為跟他有關啊 因為他的前男友 前男友 而且你看我講得如此乾脆 只有前男友 只有一層的關係 對不對 林濤是講三層的關係 包括到什麼乾媽乾姐等等 我講的是前男友 好 我很好奇喔 徐小新最近為什麼都不講他正牌的老公 講他前男友 好那是他感情生活 無所謂 那他家的事 但我覺得來到重點了 徐小新在直播當中 去講說 你看這個Net的事情 我分享個故事 他特別說Net不要告我 他說 我分享故事是 我的前男友在Net打工 他有潔癖 所以因此做不下去了 因為每一天 他們會把所有店裡的衣服 放在地上就從整 大家用邏輯去想想 不可能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嗎 有沒有去過衣服店 衣服店成千上萬件衣服 你覺得有可能全部折好衣服 全部台地上總折嗎 不可能 這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事情 但因為我知道 徐小新去的都是高檔衣服店 所以他們的做法我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 用邏輯就可以去推翻徐小新的說法 所以拜託拜託 請大家用一下邏輯去解釋 許小新到底在說什麼事情 但我最後我想補充一點 因為現在很多基隆人一直在講 說這個Net勝訴 基隆政府勝訴 這個完全不是事實 大家可以去理 俗話講 那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會不會有點牽扯太遠了呢 請教大家3Q 那我覺得 這個朱宇文也在講說 謝國良做得很好啊 你們怎麼講 都是講說跟大任這個合約 那徐小新又講說 謝國良跟Net 之前有些恩怨情仇 講到前男友在Net打工 這是幹嘛牽扯那麼遠啊 徐小新最擅長聲東即西 我細細揣摩他這句話 貌似見止Net 實際上是在嗆他老公 怎麼說 注意喔 我有前男友的喔 但是認真講啦 我覺得 我覺得徐小新有一個行為 我不太喜歡 大家也記不記得 我曾經也是在爭論節目 我跟林陶說 不要去嗆人家的律師 律師他今天他不是政治人物 你去跟人家拍桌子刷椅子 這個是 因為政治人物他 我坦白講啦 政治人物其中有一個工作 叫抗壓啦 因為你每天都要面臨 大堆有的沒有的事情 你沒有一定的抗壓能力 很難當政治人物 像葉原資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優點 就是抗壓嘛 你看在這邊扛成這個樣子 但是 沒有啊 剛剛上廁所了 徐小新有一個特色 他很喜歡無差別的去用言語 臨詞 老百姓 Net跟你搞政治了嗎 也沒有啊 Net沒有跟你搞政治啊 那個炸雞店有跟你搞政治啊 也沒有啊 炸雞店也沒有跟你搞政治啊 水龜博也沒有 對 他那偷拍 你說 然後再不然就是手段很特別 奇怪一下偷拍王毅川 一下偷錄音 人家什麼店面老闆 所以 徐小新他本身 我不知道耶 他一直給我一種感覺 我沒有 我無意抹紅啦 但是喔 共產黨有一種招式叫超限戰 那試探你的底線 當他我去 當我試著跨越那個線 我們做政治人物有一定的風骨 說我們不要去欺負老百姓 因為我們的聲量不同 你今天他去嘴內特 內特可以回來嘴你嗎 不會耶 他也不知道怎麼嘴啊 他只能倚靠司法去相告啊 你難道要內特的人 動員去松山新義舉牌 罷免徐小新 不可能啊 所以他是個武器不對等情況 這個叫超限戰 超限戰就是試探你的底線 然後我試探 你退了 我就再往前一步 你退我就再往前一步 待會要討論到的余傳 也是這個樣子 在網路上面的這個 這個言語言論風向 斗內等等的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超限戰就是 利用灰色空間的非戰爭手法 來擴張自己的這個領域 那所以徐小新他常常這樣啊 我偷拍 社會接受 民調媒調 我偷錄音 大家接受 我講這個吳思瑤怎麼樣 大家接受 他就一直一直一直這樣下去啊 我邊督跟邊買房子 大家接受 所以我常講 投票是投一個連 你看喔 徐小新如果這個禮拜天啊 趙少剛才找了戰鬥人一起去宣講啊 對這一件事有幫助嗎 對哪一件事 對謝國良被罷免 對他被罷免有幫助啊 畢向幫助 你的幫助跟我幫助不太一樣 不是 評論謝國良罷免 其實我認為啦 最應該要支持謝國良罷免的 是葉原子 我不是硬扯 這是有裝擺效應的 這個是有計算 可是大家都說 第一個骨骸倒了 他們後面就跟著倒了呢 我剛剛有講過藍綠的事情嘛 被罷免者 啟動的是韓國瑜被罷免 綠營勝 然後我們講藍綠嘛 韓國瑜被罷免是誰贏 綠營贏 韓國瑜後面是誰 王浩宇 藍營贏 王浩宇是誰 黃傑 綠營贏 黃傑後面是誰 陳柏惟 藍營贏 陳柏惟後面是誰 林長佐 綠營贏 所以如果謝國良被罷免 葉原子就沒事了 這個是像六和彩推敲的一樣 這個天書無知的 所以你是在暗示葉原子 希望謝國良被罷免 葉原子要動員謝國良罷免 難怪他們都五十四個立委 都要去基隆嘛 對 全國的潮汪子都帶去 不要見縫插針 在這邊句號就好了 在謝國良身上句號就好了 總要有人承擔 謝國良就要跟我一樣 上台演講的時候 我希望台灣的報復性罷免 到此為止 那接下來四年就大家安全 你扛了嘛 就謝國良扛了嘛 對 謝國良就扛起來了 好不好 就基隆不然 反正該敲的門也敲了 該給微風的也給了 就下來休息一下 那這樣子葉原子也保平安 葉原子還會照三餐 感謝謝國良 但是你說許小鑫他們去 這個其實就是把籌問之後帶去 你今天是罷免不是選舉 一般來講去你是要 增加自己的選票嘛 所以說支持許小鑫的幫你加兩票 支持誰幫你加兩票 罷免不是呢 討厭許小鑫的加兩票 幫你加兩票 討厭黃國昌的幫你加兩票 你這樣子怎麼會是幫忙 那如果是的話 你就所有立委都擠到基隆去就好了 所以這個其實我真的認為是幫到忙 但這個 許小鑫他的爭議言行啊 我認為 大家要給他一個評價啦 就是說 因為他不斷的不斷的在試探 我們從二月一號換立院換人 開始到現在 接近四五個月的時間 不是許小鑫就是謝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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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原子啊 葉原子其實真的都排不到啦 你看詐欺前五名 葉原子會詐欺都不在前五名 那我詐欺別亂講 好啦 所以 許小鑫其實是蠻 就是 你看他自己都跟自己 這些都是一個連續的價值 我認為 不應該讓這樣子的 我們應該專注在立委的本業 你像葉原子至少都還有質詢故宮 許小鑫在幹嘛 我是真的不知道